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从图进行测量 请根据规则 充满了它的尺寸 使用图形规模的是理想的 有没有偏爱哪个查看即将开始 甚至有时会同时执行不同的完成对方 它是通常已启动与一个具有没有变形或更容易被识别的 但如果没有偏好由仰角和其他试图开始该被导向的身边 再复杂的零件或当你没有太多的经验 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划分一块更简单的零件和图纸去了 然后连接这些部件的看法 这块所能想象分为两部分并依次甚至每个零件分为几个 让我们先从左边 我们有一个阶梯成员或台阶 根据正式方向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举行测量它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是放在正上方的方形 我们只需要绘制正面临着观众的东西 这是很常见的 看的人开始画脸是他们之间 但请记住 我们有一个观点 我们总是高于在一块 所以我们看到的脸 但是做我们站在正确的正式和面对是唱歌或一条线 因此不画 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已经想到的是一块被划分 拉伸与在透视采取的措施的矩形的底部 顶部是倾斜臂 但是我们将看到作为突出的矩形 重要的是要记住 只有可错平行的角度长度的轴是很重要的 因此 我们不能测量斜坡长度 相反 我们得出两个平行轴出发端和这一点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总和 虽然 为了方便我们想象一块分成块不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实时小心去删除假设块之间的假想线 第三块又是同一块交错 所以你的观点都同样措施 这些第一 当图形是无界的线条粗 我们有问题 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衡量 我们必须 你应该经常测量到线 从来没有到最边缘的中间的规则形式 我们总是回顾 我们不要忘了删除块之间的假想线的看法 倒数第二块又棱镜组成部分 一个开放的椭圆形孔 棱镜的侧面将作为广场和孔会看起来像一个矩形 我们绝不能忘记提琴孔的轴线 还删除该块之间的连接的假想线 它是最后的快 它是领形片用圆角和一个圆柱形孔 的问题是 它们都没有划出的轴线 所以它不可能知道哪里平坛 并且其中曲线开始并由此判断该半径可以似乎是方法的问题 不过 也有程序 看看 在第一种方法绘制平行于立体的相切的椭圆孔的轴 方形的远侧式横两等聚孔直径和其中心是在两对角线的焦点 在平行于通过中心轴 我们可以找到最外层的结算的半径 这个程序是方便 快捷 但以下是比较正统的 并且基于我们的圆锥曲线的知识 直线会指相交任何椭圆 然后会指平行于第一任意位置的第二线 删除从椭圆突出的线的一部分 加入它们的终点 并削减延长至椭圆形 这最后线的终点是椭圆的中心 由中间画一条平行于角度的轴线 它们测量的直径或半径 我们扣除中心测量 从它的距离到面部的侧面 和这些措施绘制在阳角的点画线 用得到的半径绘制一个圆的孔和四分之一圆周到外部 截至去凝底有垂直线和水平线 我们还有脸部见了 足额全部子巾 我们将继续于工厂 左侧将包括具有导U型的上表面 因为我们转向两行搭到我们画平行的角度的轴线 并于为我们绘制预测 矩形 未来有三个框 完成左侧 在右边 后面会看起来像一个矩形 圆主孔画有两条虚线并添加轴线和点 在最后一个区容易确定长孔的直径 因为它是等于两个平侧面之间的距离 但是 我们也知道在哪里的中心 为此 我们使用上述程序之一 最简单的是绘制切线于椭圆 并采取我们知道了无限电 从顶点之一 另一个平行于轴确定的压区 从而在中心 现在 我们可以测量从中心到两侧的距离 并把该轴在地面上 我们完成一个半圆 并从它的两个垂直的两端 最后 我们关闭于水平和垂直的表面上 我们有完整的植物 我们只需要画出轮廓的部分 从右侧看的右半看起来像一个L 可以从我们已经绘制的观点两者的角度得到的措施 我们增加了两个隐藏 线云柱肘孔 并直接从海拔服用 维椭圆形孔 都只有一个轮廓和其轴线可在植物进行测定 左侧的第一面形成的轮廓的步骤 在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肩部的轮廓的疑问仍然是隐藏线 这正好与原柱孔的轴线 那么应该怎样画一条虚线或变化线 这些规则给我们一个优先考虑不同类型的线之间时 它们重叠 实现压倒一切 虚线战胜冲刺点 然后 当你匹配一个虚线和点画线你要画虚线 我们只能比的与斜坡接触 在透视不能测量角度 但长度是平行与轴 然后 我们把它们的目的和参加画像所涵盖的台阶 所有的意见都完成 在接下来的视频将讨论使用图形比例和尺寸 从安东尼奥卡斯蒂利亚打了招呼 我们之后